胡锦涛儿子胡海峰人事传闻在起 改变主义向习近平靠拢 1月27日 据《万维读者网》报道 中共二十大前 地方高层人事密集变动 胡锦涛之子 浙江旅水市委书记胡海峰的动向一直备受关注 日前在传出他将升官的消息 香港《明报》27日的报道 今年中共二十大举行 人事调动必定频繁 中央部委有多名正部级官员以借退休之灵 各种人事传闻也不静而走 在诸多人事传闻中 以胡海峰的调动最为吸睛 这已是他第N次被传调动 有点狼来了的味道 这次传的是他将由浙江旅水市委书记 跻身浙江省委常委 兼任秘书长 在二十大之年再传他调声 别具异议 报道分析 据说中组部确实曾几次考虑提拔胡海峰 但都因胡锦涛阻止而作罢 此次若真升官 不知是胡锦涛改变了主意还是健康原因 今年二十大 会有一批地方官进入后补中委行列 现在全国七零后腹部高官已于摆 胡海峰若再不进步 仕途上恐怕要掉队 一直以来 胡海峰在中共官场比较低调 但因为他是胡锦涛唯一的儿子 所以有关他的消息一直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不过 胡海峰从二零一九年开始一改以往低调风格 频频高调在官媒发声 响应洗礼当局 近年 媒体多次报道胡海峰传出任新职的消息 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此外 报道还提到 58岁的中共中央裁办常务副主任韩文秀 和62岁的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是接任财长热门人选 同为57岁的上海市委副书记于少良和新华社总编辑附华 则是接任新华社社长大热 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陈刚 则被传接任民政部长 时刻新闻播报 向上